台湾哪些地方不适合开发 开发会容易造成土石流呢 开发会有危险的 那就是陡坡地跟土石流危险地区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说有三条的地形界线 会到这三条 一个就是水流线 第三个叫突破线 各位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核心协力救地球 我是狼祖云 好像在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很少听到土石流这三个字 这是一种天然的灾害 还是人为的灾害 这个容我们讨论 可是这样的一个名词 为什么只会出现在近十年呢 而且现在只要一个台风 或是一场大雨 就会造成土石的松动 有些地方就要开始撤村 然后我们也要开始准备一些 因应的策略 大家现在听到土石流色变 这土石流是人为还是天灾 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一下 同时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土石也会流泪 介绍我们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欢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队 以太空之名拯救地球 我们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队 今天的地球守护者是四位好朋友 个性温和的郑永伦喜欢参加志工活动 火魂幻象的朱恩平 因为热爱大自然而对环保有了兴趣 喜爱观测天文的李之盈 希望大家能对万物抱持尊敬的心 就读物理研究所的石恩 也有这几套做环保的方式 好 我想要问一下 你们 以你们来讲 你们小的时候有听过 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听到土石流 这三个字 以前到现在 每当台风的时候都会听到土石流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也不记得 对 那至于你对土石流的感觉是如何 因为我印象中是 好像南投跟高雄都比较常有灾情 那这个恩平呢 我家住那个新竹 然后就是每次下雨 在下大雨的时候 那个五峰乡都常常会有那个土石流 然后就看了就很可怕 然后就担心 等等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河流 是不是也会满满的都是土石流 好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讨论一下 是不是每一条溪流都会有土石流的这种 一律呢 那这样每天住在西边的人 大家都好紧张哦 今天我们特别要请到这位专家 他可以说是呢 我们国内的这个地质界的权威 也就是我们前台大的教授 欢迎我们的张石角张教授 你好 张石角曾多次参与重大风灾 水灾造成的土石流 灾后地形勘察 是台湾著名的地质界权威哦 好 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问问题了 我们藉由这些问题当中呢 这些操作当中我们更了解土石流 好 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 今天呢 只要的 不管各个单元里面 只要能够答对十题以上 就有机会让我们现在 有点炎热的状况 变成蓝天白云的清爽 然后每答对一题有一分 在第一个单元里面 有五秒钟思考的时间 然后直接回答 当然 如果你觉得 哪分数不够的话 可以尽量地问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是权威在现场 问到问题 如果问得好就有机会加分哦 好 我们来进行第一个单元 据2013年农委会调查 台湾哪一个县市的土石流 前市溪流数量最多 一 南投县 二 花莲县 三 新北市 南投 五秒 南投 好 请回答 一 南投 一 南投县 对还是错 答对了 至少讨论这么激烈 没有错 好 再提 高雄市贾仙区 在八八风灾中受创严重 请问 该区目前累计雨量 达到多少公里 就会发布土石流几届 一 三百公里 二 四百五十公里 三 一百五十公里 三 五 三 五 三 五 对了 好 请作答 一 三百公里 一 三百公里 对 还是错 答对了 好 我们现在就来请教专家 什么是土石流浅势溪流呢 是有可能发生土石流的溪流 而且经过政府调查公告 为浅势溪流 才算浅势溪流 那它需要什么条件吗 条件是政府调查的一个基准 那么因为土石是来自崩山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溪流上游有崩塌地 下游就可能有土石流 第二个 西房上面有很多的堆积物 很多的土石 那么下游的时候 这个土石会被冲刷下来 也可能发生土石流 划定为全宿溪流的 应该是具备有这两个条件的溪流 好 这样了解了吗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问 台湾土石流发生频率高的主要原因是 一 地势陡峭 二 降与集中 三 地质脆弱 四 以上皆是 答对了 刚刚我们讲到这几种原因 全部都存在 好 再下一题 土石流的发生和地质有关 以新本市为例 百分之八十八的土石流前世西流 位于何种地质上 一 沉积岩 二 火橙岩 三 变质岩 请作答 一 沉积岩 一 沉积岩 对 还是错 很厉害耶 我们来请教一下专家 这个台湾的土质 是不是特别的脆弱 以及呢 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沉积岩 它是不是特别的危险 那台湾有四分之三的土地 是山地 所以它第一个条件 它当然就是容易发生 土石流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有点先天不良 就对了 对...那第二个 土石流必须要有土石 那土石是来自山地嘛 是来自崩山 松散的石头 那么崩山是坡度越躲流 越容易崩 那么我们台湾有差不多 一百座以上的三千公尺的高峰 那可见相当的躲峭 所以地势躲峭是另外一个原因 那第三个台湾是处在地震带上面 常常有地震 那地震当然就会把地表的石头 使它松懈 松动了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台风豪雨 那么台风豪雨 其实是最主要的 好 我们继续再往下问 下列哪一条公路 因为通过陈友兰溪断层 经常发生土石流崩落 冲毁陆基之势 一 苏花公路 二 新中恒公路 三 南横公路 可是它是陈友兰溪 陈友兰溪 好 来 请作答 三 南横公路 三 南横公路 对 还是错呢 我是去了中恒 中恒 好猛 来 下一题 下列哪个山区 2013年5月 连续两日 降下超过400毫米的云量 导致山区道路遭土石流冲毁 一 浮山 二 雪山 三 阿里山 好 请作答 三 阿里山 三 阿里山 对 还是错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讲了 事实上呢 常常我们都在讲说 所谓的环保 会跟开发之间呢 产生很大的矛盾 那现在就要请问教授 就是说 我们这个山路的开发 山区的开发 会跟土石流有关系吗 山区是 都是有坡度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有挖有田 是 所以因此呢 难免就会破坏到原来的一个平衡 但是开这个道路 如果能够预先看到哪些路段 是有问题的 预先从工程上去想办法来 克服这个问题 开闭道路不一定是会有灾害的 是 所以其实还是要经过 事先的非常仔细的勘察 对 然后要请专家 来帮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分析之后 然后可能地质不稳定的地方 我们就绕过去 像这样子 所以呢 人为的部分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道路 但是我们也要尊敬 这个大自然本身 它应该有的条件 然后再来做不同的规划 好 来 我们再看下一题 土石流发生前会出现以下哪种征兆 一 河水异常清澈 二 山明 三 溪流水量突然增加 好 请作答 二 山明 二 山明 对 还是错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台湾经历哪一天灾后 土石流的发生频率 规模和受灾程度均明显增加 一 克勃风灾 二 莫拉克风灾 三 九二一大地震 好 请作答 三 九二一大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 对 还是错 对 这个土石流灾还真的是 跟九二一地震有关吗 就是越来越多的状况 这个地震可以引起山崩 如果大地震的话 当然有比较大规模的 大范围的山体会受到 地震的这个影响 所以当然大地震都会使得 在发生之后的十年 二十年来看规模 看地质的状况 那么它的土石流 会有增加的距离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元 各位同学 你们拿到了七分 好厉害 我们有八题拿七分 但是就是看看 你们还要不要加分 要 还要 好 来 谁来问问题 永伦 来 我想要请问一下专家 请问台湾哪些地方不适合开发 开发的会容易造成土石流呢 开发会有危险的 那就是陡坡地 跟土石流危险地区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说有三条的地形界线 可以当作参考 那一个就是水流线 水流经过的地方 刚才说河边 那河就是一个水流线 那么另外一条叫做山路线 就是山坡跟平原交界的这条线 就是山路线 第三个叫突破线 三款下斗 这个线叫做突破线 突破线是崩塌的 容易发生的地方 所以你方式盖在这个上面 下面垮了 你的基础就垮了 所以这三条线 在地形图上是很容易认识的 或就是大部分应该是安全的 教授讲解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法令上的这个部分 不要违背之外呢 当然还有呢 科学上的根据 我们也要来参考 好 这个问题算问得好不好 好 给分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土石流 对台湾的一些伤害 接下来是影片题 我们的题目跟影片 都在这里面 然后呢 等一下回来之后 有十秒钟的思考 跟考虑的方式 你们可以讨论 然后呢 用手写板把它写下来 一题有两分 答案就在影片里 一起来看一下 对照2009年 八八风灾前的照片 屏东来异乡居民 十分感叹 前有小河 逛有山坡的美景 却因为雨河争地 长袭向来 成了土石流酿灾的地方 以这个村庄来讲 后面有很陡的山坡 会有土石流 会有崩塌 前面有一个被 被迫转弯的一个河道 这个都是未来 在国土图画里面 要做全盘整体的考量 地质不够稳 后方山头的土石流 浅世西 也随时都能吞噬整个村庄 但居民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与危机共处树的年头 而不自知 而且不只屏东来异乡 高雄市小林村 沿着老农溪一带的新发 新开 宝莱等 重灾山区聚落 也都同样有着 位于土质松软的河街平台 以及河水侵蚀 断层通过的潜藏威胁 当大雨冲刷而下 灾难就此发生 就这次上面的大量的崩塌 带着土石下来的时候 土石油的直径的这种特性 使得土石直接就症状 这个山头 老师用三块象征农田的石头 试着模拟解释 为什么大水和土石 无法乖乖顺着河道走 非得要冲往道路边波 掏空陆基 但仔细研究陆基下的土石 这才发现 原来不是水底任性 而是大自然要收回 长期被人类霸占的东西 原本这些都是曾经走过的河闯 放进去看 你一看到每一层每一层 每一层都是曾经在这里 经过的洪水 就不断地堆积 然后之后我们人 进驻到这里 所以在这个上面 在我们那个时候 进驻的时候 说这边是安全的 所以在这边盖了建筑 但是他们忘了 很早很早以前 这里全部都是 河该走的地方 即使翻过中央山脉 来到东台湾的台东之本 也不例外 一直以为被大水冲走的房子 原来1973年 台东之本 遭到那拉台风侵袭 房子就被冲毁过一次 民众选择原地重建 没想到这一次 大水让灾难又重演 我们现代人 没有记起37年的教训 37年前 当河川走过之后 那我们又继续在那边盖房子 而且我们还 足起了比以前 还大很多的堤房 所以呼吁我们 台湾同胞 能够尊重自然 不要跟河川抢地 人类太贪心 贪到连河水走的地都要抢 或许 我们可以用主体房 挖河道等各种工程 暂时改变河道 照着人类希望的方向走 但一场风灾 再度证明了 水永远会记得回家的路 人定无法胜天 该属于大自然的 终究还是要还给大自然 好 我们现在来出问题 老农西流域的山区聚落 除了断层通货 也因为位于河种地形上 而增加土石流风险 好 答案是河街地形 对还是错 答对了 好 我们来看解答VCR 高雄市小林村 沿着老农西一带的新发 新开 宝莱等 重灾山区聚落 也都同样有着 位于土质松软的河街平台 好 河街平台 河街地形 好 答对了 来 我们再看下一题 影片中 位于合住的房舍 曾在1937年 遭那拉台风中会 台东之本 台东之本 资本吗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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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答案是台东之本 对还是错 答对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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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加分吗 还要 好 来 谁要问问题 好 来 我想请问教授就是 前世溪流的监测 对灾害的预警 是有 现在有什么成效了吗 台湾的土地的监控 是没有什么效的 没有效果的 为什么没有什么效呢 因为台湾的溪流都很短 不像大陆 或者是大面积土地的 这种大地形 山西是很短的 是 等于正在到又 又经过研判 然后又经过通知村民 这个土石流不要 撓到过去了 所以呢 就是说 该要严格的地方 要严格 就像我们说 发布这件事情 发布是不是要牵村 发布是不是有土石流 他们的标准要再更严谨一点 才不会变成是 福报的一个状况 大家以后都不相信了 结果真正灾害就来了 这个问题 您觉得要不要给分呢 给分 给分 好 分数很高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各位同学呢 在这一集里面的 物性高不高 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自然美景 有不同的地形 有不同的丰富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 在这当中呢 找到最安全的建筑的方式 我们来操作一下 请你们给大家一些建议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去操作 一个土地的开发 土石流终结者 今天的十座题 要请守护者们 伊水库集水区 陡峭山坡地 集水道两岸等 以下九个台湾自然地形中 找出六个 应该要限制开发的地区 答对一题 可得一分哦 好 这时开始 好 可以了 没问题 就先翻掉 应该是可以 海岸的话 我觉得不行开发 像美丽湾那样 对 上路就不行 好 OK 那就除了那三个 那就除了这三个吗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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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我们来看看 他们选出来的答案 同时我们邀请教授 来帮我们看看 他们是不是正解 水库集水区 算对吗 好 恭喜 这也算是答对了 好 他们第二个选择是 海岸沙滩 对还是错呢 也算对 也算对 好 也算对就表示这中间呢 是要说一点点说明了 法令上面应该是 不容许是开发才对 这个地方是属于比较是 法令限制的部分 好 他们再下来选择的是 湖泊的沿岸 对还是错呢 我认为是对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他们选的是 佛川集水区 对还是错呢 给错 好 整条所有河川的地方都不能看 孺国土地都是属于 河川的集水区 是 所以不算 好 陡峭山坡地 那当然是对 当然是对的 教授今天一直在谈调 陡峭山坡地是不适合的 好 最后他们的一个选择是 水道的两岸 好 答对了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分数呢 大家都拿下来了 还不错 然后这个答案都还蛮不错的 教授都给了这个分数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 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单一条件 对不对 这些我们只是选出来 它是比较特殊的 但其实事实上很难讲 因为地质的问题 它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 这么简单 它可能掺杂了很多复杂的 一些基础在里面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分数 有没有信心把握 让我们变成蓝天白云 有 分数很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今天我们的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对看起来实地蛮坚强的 我们就来看看分数 能不能变成蓝天白云 请看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六个灯 七个灯 八个灯 九个灯 好 超过十个了 十一 十二个灯 十三 十四 十五 还有没有 十六 再来 十七 很高分喔 还有没有 十八 快要破表了 还有没有 十八分 几乎要满分了 哇 哇 哇 我们也请现场 以及电视节目的朋友 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们现在呢 感觉上是蓝天白云 这样的清爽 我们又还给我们摄影棚呢 还给我们地球一个公道 今天的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队 在三个单元得到十六分 再加上主动发问的加分 总共得到十八个灯 成功扭转天色 并进入荣誉榜 你也想来守护地球吗 赶快来报名吧 那我们这个单位呢 也要制证各位环保的铺满 请各位到这边来 我们要请我们的张教授 来为我们颁证 来 请 好 希望大家把守下来的 可以 守下来的这一些呢 这个 水电资源啊 这些费用把它存下来 存到这个铺满里面 将来铺满存保了以后 还可以交给呢 致力于环保的单位 或是机构 让我们一起永续地 来爱护地球 那当然啦 各位朋友 如果你也想要参加 我们的节目的话 四个人一对 就可以来参加了 可以是同学啦 机关团体同事啦 家人啦 或是老师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参加 欢迎大家一起来 跟我们核心协力救地球 同时我们今天也要 制证给四位呢 经典杂志一年份 这里面有许多 真的是天文地理的事情 让你们可以更加的了解 天文跟地理 好 那我们也要谢谢 张教授今天 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解说 好 我们下次大家再一起来 核心协力救地球 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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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